會好 有冷嗎 有吼 我是覺得很冷 真的吼 我會努力在寒冷的天氣 然後講得大家熱血一點 台語我是會這樣說 不過如果是不能回答 大家可以跟我糾正 我現在在學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們 歷史的軌跡喔 你好像有想過我的口 沒有 抱歉 跟上次有一堂課的長得很像 今天 講台灣的歷史 我相信在座的童星 對台灣的歷史應該都 不清楚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學什麼 中國的歷史 康熙 乾隆 慈禧 後宮秘密生活 有沒有讀得很熟 沒有 電視都有在播 對啊 不過就是 自己真正台灣真正的歷史 一直以來 我們在這個教育體制下 大部分都是錯誤的 所以 今天大家會帶大家 稍微從以前到現在 台灣的一個 真正的歷史過程 我剛進來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剛聽到 一些講師 講 台灣真正的歷史的時候 我也覺得 欸 好像跟我打過 沒什麼一樣 我回家也有跟我媽說 沒一樣 我當初來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不是自願的啦 在做初級班的童星有沒有 是讓人逼迫的 有沒有 有 有一個 我就是讓人逼迫的 我是讓我媽媽逼來的 我媽媽那時候是跟我說 隔壁有一個阿姨 跟她說 欸 那個政府啊 要變成這樣 我說什麼意思 要換政府了啦 我說怎麼可能 你心裡有可能 一般聽到是 不覺得有可能啦 我說不可能啦 你應該是 給人騙了 我說你不要去 用那個 有的沒的這樣 他就跟我說 但是我感覺 聽起來好像很震撼的 你要去聽看看嗎 我說不會 因為我政治能感嘛 年輕人 政治能感 很震撼的 那 陳水扁還是馬英雄 打到哪跟我都沒關係啊 是不是 震撼 我說 不要好咧 我媽說 你就去啦 你就去啦 一直滷一直滷 我就想說好啦 跟她去聽看看 我們就去我們 新竹州的州辦公室 去那裡我就想說 聽到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然後 台灣呢 法理地位是日暑美戰 什麼叫做日暑美戰 剛聽到的時候 完全顛覆你 從小到大學的歷史 聽不懂啦 可是我媽就跟我講說 那你去上初級班 我說不要 我哪有時間 然後呢 在家裡就早也講 晚也講 睡覺還在我耳邊講 你為了你就去上去上去上 最後我就想說 我友好 讓我們也高興 我就想說好啦 我去上 我就跟大家一樣 來上初級班 初級班 大家睡幾屁 只有我沒睡 我就很認真在聽 我想說 到底是什麼東西 台灣民政府 他到底是講什麼東西 他的法理地位 到底是什麼 我有認真的上課 然後聽看看問題在哪裡 回去可以跟我媽講啊 聽完之後 我的臉看起來 有沒有單純 應該是沒有啦 不過我很單純的了 我上完初級班 三天嘛 我就相信了 我說要點迷你 來大家向後看 真正那裡那個就是我媽 給他一個掌聲鼓勵啊 他今天來內閣專訓啦 我媽說他要來偷聽我上課 我說好你來我就給你點名 我正在講你的故事 然後呢 他就說 你就去 我初級班上完 我也沒有回家藏網路 我也沒有上網去查 民政府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就相信了 這樣有單純嗎 我就直接相信了 我想說 我看他的法理地位是真的 我就 滿腔的熱血 我就想說 這個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好像會特別的不一樣 因為你知道了一個 與眾不同的東西 有沒有 跟別人是不是都不一樣 我回去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我就跟他分享 我就 紫上完初級班 我就大概的跟他講 我說台灣 日暑美戰 什麼什麼什麼 啪啪啪啪 講完之後 然後隔天 他就卡電話給我 我說你感覺怎麼樣 他就說 我跟你說啦 你讓人騙啦 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 這句話好像 我有跟我的媽說過喔 然後換他跟我講 可是他說 我 跟你朋友十幾年 我太了解你了 太了解你了 你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你一定沒有上網查網路 我說是呀 你怎麼知道 我就了解你了 人家說什麼 你就姓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查了一個晚上的網路 我跟他說你就是給人騙了 我說怎麼說 上面就有講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那有沒有正面的 他說有啊 正面的就是 一定是台灣民政府自己下的 我說你怎麼說也是對 假的東西 不是中華民國下的 是不是 是不是 網路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自己下啊 為什麼只有民政府可以自己下 中華民國也可以自己下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喔 我覺得我比你聰明一點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覺得 我來上課喔 我知道他已經幾年了 從以前到現在喔 裡面 博士 老師 律師 比我聰明的人大多人在 比你聰明的人也大多人在 你要問的問題 比人家幾百年前就問過了 有需要輪到你來問嗎 你要去探討的真假 別人絕對問的比你還詳細啊 不是 你有什麼問題 你直接問裡面的人 老師 他就可以跟你說啊 所以我說我不用查 我直接用問的就好了 就有答案啊 這樣我感覺我比你更聰明 是不是 你都比我更聰明 因為剛剛我問 只有一個是被迫的 其他都是自願的 所以說你們比我更聰明 所以就這樣進來喔 發現一直走到現在 我進台灣民政府時間沒有很長 可是我走到現在我發現 這是一個使命 你有想過你一輩子可以為 這個社會做一點有意義 有貢獻的事情 欸不可能耶 可是現在有這個機會 這是我發現 很難得的事情啦 所以今天帶大家看台灣的歷史 有問題 不可以問喔 Formosa 大家知道 這個是指哪裡嗎 台灣 台灣 在 這個意思呢 是美麗的意思 Formosa是一個很美麗的意思 那歐洲人 他稱台灣為美麗之島 大家看到台灣在哪裡 這個圖 是在大概13、14世紀 我們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那個時候已經開始 在環遊世界 發現地球是圓的的時候 他們從 日本 琉球 然後後來經過發現台灣 畫出的台灣的地圖 這是台灣嗎 大家有沒有發現它分成三塊 當初 當初畫的台灣的地圖不夠完整 那時候的海圖的技術 測量技術還沒有那麼的精準 所以這是最早期的台灣 所以這是最早期的台灣 是長這樣 所以那時候他們看到台灣 哇喔 是個寶島 非常的漂亮 所以就幫台灣取了一個叫 Formosa美麗之島 那大家猜 那大家猜 反觀 是錯的 所以最早活動於台灣的是誰 那個是 原本居住在我們台灣的住民 那我們外來隊 來到 Formosa活動的 日本 沒讀過喔 在13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 已經在 Formosa活動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歷史 從以前 就被篡改到現在 所以 大家來上初級班的這幾天 好好的 改正一下 我們原本所學的歷史 13世紀日本人已經在 Formosa活動 日本 至少比中國 提早了300年以上 所以你說 西班牙 葡萄牙 那些他們只是發現台灣 但是 他們並沒有 那個時期 他們並沒有在 台灣這個島上 做活動 最早的時候是日本人 那是 日本人他是一直到 1633年 德川幕府 那時候他做了一個 鎖國的政策 禁止日本人 往海外發展 那時候才開始停止的 所以 德川幕府 為什麼鎖國 這是有關於他們 日本的一個歷史 他們那時候 有一些 基督教 一些教義在他們 日本本土 有一些紛爭 所以德川幕府呢 他才會有鎖國政策 那剛剛有人提到 荷蘭對不對 荷蘭他算是 歷史上 在台灣建構主權 比較完整 比較有系統的 一個民族啦 一個國家 所以大家會對荷蘭 比較有印象 但是呢 最早活動的 是日本喔 為什麼 1624年的時候 荷蘭 他發現 那時候已經是個 大航海的時代了 他就想說 我也想要分一杯航海的根 那個時候 葡萄牙跟西班牙 是不是最早在航海世界活動的 那他們呢 有獲得一個先機 就是像 他跟中國那邊的 澳門 廈門 的地方 他們已經有做連結 連結什麼 中國的 當初有什麼 很紅 對歐洲來講 瓷器 那陶瓷有沒有 很漂亮的有沒有 絲綢 我們 在中國 可能認為那個 陶瓷什麼的 我們都是可以拿來 譬談嗎 幹嘛 來來用對不對 在歐洲 那個對他們來講 是很珍貴的東西 就像放在 歷史博物館一樣 是供奉起來的 是藝術品 所以當時 海航海世界 開始通行的時候 歐洲 他們 可以從中國 直接海運 絲綢 瓷器 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講 都跟黃金一樣的價值 那荷蘭他們後來崛起 他當然不想要讓 葡萄牙跟西班牙人 佔領這個先機 他就想說 我也要 可是 好像沒有基地了 他一開始是先選澎湖 澎湖 我們在那個時代 在時期的時候 中國是屬於大明 大明國 就是所謂明朝 那那個時候他們也是 還不知道航海的世界很重要 不知道地球是遠的 他們也是鎖國政策 所以說那個時候 荷蘭要去澎湖的時候 中國想說 離我太近了 所以有打仗 把荷蘭從澎湖趕出去 那荷蘭他就想說 那我要選擇 我要選擇 後來看一看 台灣 就是當時的 FORMOSA 所以 他要進台灣的時候 FORMOSA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進來嗎 不行喔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我剛有講到 最早是 日本 已經在裡面活動了 你還要進去 要經過日本的同意 所以荷蘭啊 他是在 華僑禮旦的調節 每年 要給德川幕府 3萬張的陸筆 每年要把他進貢啦 日本才同意說 荷蘭好 讓你來 台灣活動 這是重點 所以日本很早很早 其實在13世紀 就擁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 16、17世紀 那當時都奠定台灣是很重要 枢紐的地理位置 在這個時期啊 全世界 都在風航海時代 跟中國 海民族 他不知道啊 海途不畏化 也不知道地球是圓的 封閉在自己的 區域裡面 自己的部落裡面 走不出來 這個會衍生到以後 我們台灣的歷史 跟中國的歷史的文化 差異很大 所以發生了很多 以後的事件 到這裡大家 稍微才聽一點點 有沒有感覺到 歷史有不不一樣了 有感覺不一樣的 有感覺不一樣啊 有沒有 跟你疼的 沒什麼一樣 所以從這一刻開始 接下來講的東西 你就是要放大 每一個細節 你要去認知 台灣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原本你讀的東西 是錯誤的 我們講的 都是有根據的 不是自己亂講的 因為台灣你要去查到的歷史 弄起 中華民國 他弄出來的 捏造的 可是如果你到國外去 用歐洲的歷史觀來看台灣 就是這樣 所以 Formosa 他大概的政權的輪替 1624年 日本 讓與荷蘭 1662年 荷蘭讓與正成功 正成功大家都知道了 1683年 正式王朝 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 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我們的下關條約 1945年 4月1號 我們台灣很重要的日子 日本 將台灣正式編入 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 10月25日 因為戰敗 被中國人 佔領 到現在 69年 很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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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王朝 實際佔領的區域 大家都知道正成功 有佔領過台灣 有太過對不對 知道他佔領哪裡嗎 只有這而已 有沒有看到紅色的地方 對 就是一個小小的區塊 就說 佔領台灣了 以前的時代 就是這樣 因為台灣 那時候就是 一直被 中國 還有很多其他 西方的國家 認為它是一個 殖民地 跨外之地 還沒有開發的土地 所以說 為什麼都只有這裡 因為我們中央山脈啊 過去我們另外一邊 東半部 完全 都還沒有被開發 大家有看過 塞德科巴萊 有看過嗎 高砂族有沒有很英勇 他要保護自己的獵場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 越過中央山脈的這個區塊 過去一斗 很快 很厲害啊 那些高山啊 什麼的 他們可以光腳這樣子跑整個山頭 不過 正常的人是過不去啦 所以 後來正成功讓於大清帝國的時候 1683年 大清帝國佔領台灣 就是我們之後所謂 有認知記憶的 多久 多久 212年 200多年喔 很久的喔 兩代去了喔 這久的時間 他只有佔領哪裡 200多年都只有擁有 半個台灣了 所以他大清帝國 我們的東半部高砂族啊 我們的東半部高砂族啊 為什麼 200多年為什麼 都沒有過去 有原因的 除了 打不過去之外 也是有原因的 也是有原因的 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 當時 鄭成功後來 鄭成功後來 鄭成功在台灣大家知道他的口號是什麼嗎 反清 覆明 有沒有 反清覆明 所以那時候 鄭成功他在台灣 佔據的那段時間 他是以台灣為基地 然後 要攻 大清國 那後來被平定之後 大清國 佔領台灣的時候 他所認知的台灣是什麼 他當時覺得說 大清國的皇帝 他不想要台灣 因為他覺得 化外之地 蠻荒之地 我又不想要往外擴海權 鎖國嘛 所以說 我要管理台灣 我覺得很麻煩 你還要花錢 建設要不要花錢 要嘛 管理要不要花錢 人事物都要花錢嘛 他不知道台灣是一個寶島 台灣是一個寶島 他的物產豐饒 是很可觀的價值 他們沒有這個 知識 沒有這個智慧 大清帝國的皇帝只想說 我不要台灣 不過那當時 大家學的歷史裡面有一個叫 詩郎 有沒有 詩郎他當時 他就跟大清帝國的皇帝說 他說 不要啦 你那個 你那個反清負民 再被佔據一次 你剛受得了 皇帝說 是受不了 台灣這個地方 其實離中國 也不遠了 他也蠻近的了 那你要不要 那你要不要換個方式 來佔領台灣 他就跟他建議 雖然 皇帝認為台灣 只要這樣而已 得也好 不得也好 可是呢 詩郎跟他建議 這樣好啦 不然 你就統治台灣 我給你幾個政策 搬兵制度 台灣不足成 搬兵制度是什麼意思 我們是不是要派兵 駐紮在台灣 要管理嘛 統治台灣的人民 那他的兵 怎麼來 你要皇帝 他在從我 原本自己的 那個人裡面 挑精英來 怎麼可能 他就沒什麼管啊 那怎麼跳 無業遊民 農夫 沒工作 都找來 到處做一堆 派去台灣 有沒有可惡 台灣人 有沒有這麼可憐 被荷蘭 那個 紅毛 紅毛人然後統治了這樣子 已經被欺壓 很可憐了 換人 也是這樣啊 他也沒有 認真的對待你 他就 吹吹了 派來台灣 他不管是文武官員都用 三年 為一任 三年為一任 你想喔 你從 那個地方 來到台灣 來回 搬 家 給你扣掉 快半年吧 要不要 你來到台灣 譬如說 我們就來到 桃園縣好了 你來到桃園縣要監管 縣長 你要不要熟悉這裡的人 你要不要熟悉這裡的文化 你要熟悉 跟里長 溝通有沒有 這裡有多少人口 然後什麼什麼 你才有辦法管理嘛 你要做建設嘛 啊 剩下兩年半 等你熟悉完 一年多 就過去了 你存多過可以做事 一年完 一年完 雜雜眼就過了 他就算 想要建設 也沒時間了 沒時間 要怎麼辦 最後就會成為 白爛 對 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而且啊 當初 沒有人要來台灣 大清國的皇帝是跟他們講說 你好 來台灣 三年 回去 就一定升官 那 他們來台灣 像我剛剛講的 要做建設也不可能有做建設 最後他們就會想說 我來探錢就好了 我來貪污 腐敗 沒差啊 反正皇帝也不重視這裡啊 我回去我就可以升官啊 然後 派來的兵 軍隊 都是那些人 沒工作 烏合之眾 用這樣的文官跟武官來控管台灣 兩百多年喔 所以 台灣兩百多年 一直到 日本 接管台灣的時候 台灣 台灣都非常的落後 都非常落後 所有的東西都很落後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台灣人 也不是傻子 我們是不是有高砂族 一些 民族 的熱情的血液 我們也會反抗啊 我們也會反抗啊 三年就打 革命 五年就打革命 所以說很可憐啊 大清帝國 兩百一十二年 兩百一十二年 他一直到 兩百零四年 統治了兩百多年 才打算把台灣 編入國土 才完成建神 但是呢 他要把台灣 編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他又只有擁有 FORMOSA的 西半部而已 就剛剛大家看那個圖 一半而已 他沒有擁有 台灣完整的主權 所以說 了解嗎 到現在 中國說 台灣是他的 有根據嗎 他必須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他一定要建構 完整的台灣主權 是不是 你連 東半部去都沒去過 你說台灣是你的 好笑吧 一直以來就是這樣 所以 沒有立場 但是呢 我們也是有些東西 是被衝擊到的 當時 我們最早最早 在台灣原本居住的 人民 問有什麼 為什麼 台灣人 這麼容易 被荷蘭 然後 又被政成功 然後 又被大清帝國統治 為什麼這麼容易 因為 文化的關係 我們的平埔族 高砂族 雖然每一個社 每一個社 有很多的文化差異 可是 他們 拜悟教 沒有族姓 沒有祭祀祖先 最重點的是 沒有文字 沒有自己的字 沒有書 沒有教育 他們只有傳說 大家看那個 塞德克包來不是 在文面的時候有沒有 那媽媽都會 跟你 傳說 我們古代的勇士 是怎樣 有 然後我們的祖先是怎樣怎樣 他們只有 口耳的傳說 所以 在這樣子的民族下 外來的系統 一旦 有字 有武器 有制度 很快 就算我們要革命 也不容易 因為很快就被統治了 因為我什麼都沒有 所以 荷蘭 他統治台灣的時候 他的施政重點 當時也是荷蘭 也是將台灣當作殖民地 所以 所以 大家有去過台南 那 不是台南 大家知道紅毛城在哪裡嗎 伴水 對 有奇怪 那就是 勒蘭遮城 那當時荷蘭他統治 台灣的時候蓋的啦 的一個 集中管理的軍事基地 他那時候 也沒有好好的管理台灣 他也沒有打算將台灣 的那個 建設做好 他很單純 就是台灣是一個轉運站 他要 以台灣轉運站去日本 然後去中國 回歐洲 來做他的絲綢 瓷器 這一些龐大的 經濟利益 但是 他就是 宣達他們的基督徒 我們現在很多高砂族都是拜 基督 對不對 所以當時 有受到這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台灣的 要過年了對不對 過年 是我們的節日 不是 新意料 我們原本 就是只有 靈魂不滅為我們的傳說 所以我們現在過的什麼 三節 春節 端午節 中秋節 中秋節 過年 那都是200多年大清國帶來的 那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不過沒關係 台灣啊 台灣啊 經過西方的文化跟東方文化的融合 成為現在 成為現在的台灣 台灣 我們現在台灣是不是有很有名的那個 鹽水風泡 還有那個 炸函丹野 有沒有 還有什麼什麼 那就是屬於我們自己台灣的文化 沒關係 可是有一些屬於中國的 傳統節日的 東西 我們 最起碼 台灣人你自己要知道 我們的歷史是什麼 不是屬於我們的東西 就不是我們的 你最沒有要知道這點 集體潛意識的文化制約形成了一整個世紀的魔咒 所以 大家都被魔咒童話了 包括 我還不知道台灣真正歷史之前 我也被通話 接下來 就是我們的重點 這個是1895年大清皇帝正式將台灣及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要注意喔 皇帝 跟皇帝 簽約 然後這一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日稱下關條約 中國稱 馬關條約 那大家看這張紙 像什麼 土地權壯 這個就是 我們台灣的 土地權壯啦 要了解嗎 權壯 那你要把台灣 還掛給人的時候 也要有這張 對吧 要簽土地權壯嘛 對吧 可是呢 我們從1895年 簽了下關條約 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再簽過任何一個 條約 將台灣跟澎湖 擱讓出去 那要了解嗎 所以這一個 我們的土地權壯 到現在 都還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後面會講喔 歷史戳亂的地方 先來看到 我們日治時期 我們簽了這個之後呢 日本 他就來 統治台灣了 那統治台灣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就會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台灣民政府啊 你都說 日本人啊 對我們很好 不過啊 我台歷史不是這樣 有嗎 是不是教導我們 什麼日本鬼子 安日本人欺負台灣人 有沒有 應該有吧 雖然 我政治能感 可是我都有一點 這樣的印象 以往的歷史印象 可是事實上呢 從來 我們的歷史沒有教我們 日治時期 他有幾個階段 三個階段 不可否認 在初期的八年左右 前期 那個時候統治 我們是派 五官 厚騰辛平 他那時候剛來 接掌台灣的時候 他發現台灣很可怕 是個寶島 可是很可怕 霍亂 那個 衛生 之差 大清國 大清國統治台灣 兩百多年 不過啊 可以統治成這樣 他也覺得很驚訝 哪有辦法 這落後 也沒有制度 也沒有什麼文化 他還燒了我們的孔子廟流 他覺得如此 思想 不正確 對 他覺得大家要有 一個 邁向另外一個世界的 開端 他 必須 用強力的武力 來控制台灣 才能夠 先達到一個 有制度 然後 先達到一個 和平 的狀況 才可以開始治理台灣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一樣嘛 我們革命習慣了 大清國我們就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那一樣 日本人來的時候我們 前期對日抗戰 這就是那個 對 鐵糕 倒 菜刀 我這句話一直 不然等 鐵糕 倒 菜刀 對 就是這啦 我們的武器啦 所以呢 哪有可能打得過啦 對啊 所以 包括這個時期 他 也開始統治我們 建構 台灣完整主權 台灣的東半部 剛才有說過 就是台灣東半部 一直以來都沒有被征服過 日本他 搜了台灣 之後 他那時候有 發現這個問題 大清國的活動範圍 只有西半部了 東半部都沒開發 這樣 他也覺得奇怪 台灣到底 到底是 剛是算他 可以掛給我 東半部我要怎麼管理 他有問美國 那時候他就跟他說 喔 未開發之部落 那你要像我美國一樣 征服印第安人 武力征服 所以你 也必須 日本你也必須 武力征服 東半部 所以我們後來有什麼 很多的 牡丹社 物社事件有沒有 這個 這就是征服 他一定得先征服啦 才有辦法 管理嘛 雖然喔 有過也有功 厚騰欣平 他在台灣 做的事情 真的是 很多 他從台灣應該要 建立 衛生 因為日本那時候他派來台灣的日本兵 死了非常多人 都因為衛生的關係 貨亂 死了很多 所以他第一個 做了很多的 科學 農業 工業 衛生 教育 交通 警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戶口普查 200多年 大清國從來沒有管你台灣住多少人 他沒差嘛 日本重視 我們現在 大家辦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了沒有 阿伯 喔 有辦了嗎 有 有 金班 為什麼 很重要 不要再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他叫 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拿了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我們才是台灣人的公民 那不一樣喔 國民跟公民不一樣喔 你要辦身份證的時候你會去 台灣民政府會請你去幹嘛 申請 日治時代的戶籍騰本 對不對 因為他要證明 你是到底是哪什麼人嗎 你是本土台灣人 還是你是中國人 他要查 從哪裡查 日治時代的戶籍騰本 為什麼是日治 這就是他的功勞啊 戶口普查 你家有過人 過嬰兒 他把你查得清清粗粗 然後做了紀錄 所以台灣那時候 600多萬的人口 就統計出來 然後蓋了這些這麼多的東西 台灣開始進入什麼 發展中的國家 這都很重要 一直到了 1904年 剛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都沒有人要來治理台灣 好好的管理 因為一開始的時尚 你做建設就是要花錢 大清國也不願意嘛 所以一開始日本他是 完全是支柱台灣的經濟 做了這麼多的建設開發之後 台灣畢竟是個寶島 所以我們在明治37年 台灣的財政 已經可以自主了 他不再需要 靠 日本的支柱 他可以自力更生 一直到現在才自力更生 他這裡可以自己攤自己 在這裡 那時候的公共建設 甚至比日本的內地還要 好喔 台北的下水道覆蓋率 還是亞洲的第一名喔 所以台灣後來 亞洲四小龍 從什麼時候奠定的 這當初呢 後來 大概我們前期 是我們的五官統治 中後期的時尊 化成田建智郎 他是一個文官 跟我們當時的首相 袁靖 那時候大概 後期 總共日本統治台灣大概五十年嘛 中後期的時尊 就是大約三十年左右 他說 台灣不錯 是一個寶島 一年四季 氣候又溫和 物產豐饒 這樣好的東西 我們要做殖民地嗎 那時候他們考慮什麼 把他編入為日本的國土 好不好 如果是利利賣吧 編到自己的國土 成為我的大米倉 那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 文官統治他就做了 內地延強主義 從日本的 土地 開始延伸 一直到台灣 化為 日本的國土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他有很多的規定 你必須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這個殖民地才可以變成你的國土 所以說他做很多事情 包括 黃明化運動 有學過阿姨無畏惡嗎 這個時候 第一個語言 最起碼要能夠溝通嘛 所以文化 還有我們的 素養 讓台灣人如日本人一起效忠天皇 日台共學制度 這個時候他們在台灣做什麼建設 很多建設 台灣之後是不是做建設 大家幾年 十年 二十年 大家知道日本 畫台灣的建設藍圖 畫幾年 你看看 畫幾年 100年啊 當初日本在台灣做建設的藍圖 一畫都是100年 不是像中華民國10年建設 20年建設 幾月就是100年喔 所以台灣到現在 還有很多的建設的藍圖都是用日治時期的時候 那有厲害啦 日本人有厲害 文化的造就 大家知道八田羽翼嗎 有聽過嗎 有三頭水庫 對 對 對 有他的雕像對不對 有去玩過 聽說那些很漂亮 我也想不去 八田羽翼 你喔 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功臣 怎麼震撼 他讓台灣 成為真正的 漁米之香料 這個 這個就是他當時 在烏山頭這個 大家為了紀念他的 的雕像 台灣 迦南大郡 烏山頭水庫 桃園大郡 那個時候他參與建設 這些計劃在日治時代 開發 設計 成為台灣現代化很重要的 土木工程 這個人真的非常厲害 烏山頭水庫啊 他讓這個 蓄水量可以達到 一億五千萬噸 當時是什麼 亞洲 最大的 而且是在世界裡面 全世界喔 這麼大的世界喔 排行第三 台灣小小的而已 不夠工程 這麼厲害 所以台灣為什麼 一年三收 物產瘋饒 是有原因的 不是憑空出來的喔 大家要休息一下嗎 10分鐘 乾杯 上廁所 動一動 好我們休息10分鐘